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起来了 当年爸车祸的时候 他当时是踩刹车的 但是并没有减速 萌萌说我爸的车祸 可能不是因为你们 而是因为烧车失灵 我记得爸 一直都在咱们家附近的一家 赛事店修车 你到那家赛事店 去找一下 当年给我爸做青蛇包养的人 我等会儿把具体地址发给你啊 怎么了 我妈管我要详细地址 要给我用梅干菜 到时候我可以给你做梅菜扣肉了 能不能跟他正式地说一下 我们俩的关系 再等等吧 你说一对情侣 这个男方 不想让女方知道他们的情侣关系 是不是说明男方 对这段感情没什么信心啊 谁啊 快递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梅干菜呀 不是 妈 那个你来了你要跟我说一声啊 这是什么好说的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不是 你要是忙我们应该就走了 不是 不是 是 晓芹 你怎么在这儿呢 绿地基金会愿意把钱借给我们 而且利息非常低 利息这么低 怎么处于什么目的 基金会的你总和咱们的老盛总是好朋友 她说想帮长生一把 你查过了 您之前让我找帮老盛总修车的那个人 我找到了 他说车祸发生之前 他还替老盛总检查过车辆 一切正常 也就是说 刹车失灵 有可能是人为因素 这篇文章爆料了秦和博 在长盛这段期间 做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 说他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 你说会是谁突然爆料了 我听朗月的人说 秦和博在我们和朗月打价格战的时候 他就辞职了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上写的那篇文章 是您找人发的吧 你觉得呢 你可以不替我做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你跟我作对 您是在威胁我 我只是提个醒 非常感谢绿地基金 对我们长盛的帮助 盛总 你客气了 我和你爸是好朋友 现在长盛遇到了困难 能帮忙 我肯定要帮一把 对了 不知倪总您认不认识秦和博 好像有点印象 但是技不太轻了 我觉得倪总在撒谎 前年绿地基金 和我们长盛合作的时候 负责对接的就是秦和博 而且这个项目长达半年之久 他们两个怎么可能不熟呢 其实绿地基金 借给长盛的钱都是你的 是吧 就是瑞丰科技最近在和卡卡尔 单单合作 今天下午呢 他们要一起去线下调研 夏小姐也去 你说天这么热 夏小姐会不会中暑啊 还有啊 我听沐小言说 那个瑞丰科技的老板好思远 小的时候是夏小姐的邻居哥哥 两个人青梅如马 两小无猜 而且她还对夏小姐有意思 巧了 今天下午她也去 您看 辛苦了 应该的 我带了绿豆汤 小心中暑啊 多喝点 好 好走 我也有啊 你也来一个 好喝 这段仙辛苦了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那别出去了 去我家吧 什么 夏小姐要约好思远去家里面吃饭 何止是吃饭 感觉是要告白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夏小姐晚上要请好思远去家里面吃饭 好思远还要跟夏小姐表白 这可怎么办呀 你那么大声干嘛 我耳朵掉聋了 没事我先挂了啊 浅浅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这种感觉越来越想念 我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们应该怎么做 你不愿意做老板呢 在我老板上就要有icio的好事 你会做高谈尾的话 你要去嘢尾吧 你会做什么事 你要去嘢尾 我听说你要去嘢尾 这些好事 我们公司最近不是在和朗月 打价格战吗 盛总未雨筹谋 想去云岗把树袋基地转让出去 等补一笔资金过来 为什么你要利用朗月 来针对长盛呢 其实跟朗月合作 还有你的功劳 朗月并不是我的首选 但是你把朗月经营得太好了 让朗月拥有了和长盛抗衡的力量 所以我才选择了朗月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合作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 长盛和朗月的新闻 我是这么想的 你当时给看看阿滩投了一笔钱 我想把本金还有分红 都取出来给你 你把当初我投给你的钱 给我就好 将来也算 我们俩彻底 都赶紧